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陈的书桌 五岁时 我才第一次见到我的父母 是在我爷爷奶奶的葬礼上 葬礼结束后 我都还没有将别人和我的父母对号入座 因为没有人来跟我说一句话 从爷爷奶奶双双煤气中毒后到现在 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我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 靠在墙角 看着不远处公愁交错的大人们 大家脸上不见丝毫悲痛 在推杯换盏间喜笑颜开 仿佛这根本不是一场悲痛万分的葬礼 有人从我身边走过 不小心踩到了我的脚 我痛呼出声 嗓子因为干渴 声音难听又尖锐 那小女孩跳开 直直奔向席间一位妇人身上 妈 这里怎么还有乞丐 五岁的我虽然算不上懂事 但也知道乞丐的意思 我赶紧摆了摆手 急急地辩解道 我不是乞丐 这是我爷爷奶奶的家 门外快步走进来一个人 她声音高昂又尖刻 对着抱着小女孩的妇人道 大嫂快别只顾着抱大鸭了 来看看你三鸭 估计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来人是我二婶 我二叔前几年出车祸去世了 只留下二婶和两个哥哥 她脾气大而且刻薄 还会打小孩 我上次偷吃了她家一个馒头 屁股差点被她打开花 说我有娘生没娘养 小小年纪还学会偷东西了 事后又塞了两个唐三角给我 饿狠狠地叫我快点吃掉 被哥哥们看到了她还得打我 屁股可真疼啊 可唐三角也真好吃啊 我看到二婶就想起了唐三角 肚子饿得直抽抽 眼泪汪汪地看着她 那抱着小孩的妇人听她这么一说 赶紧慌张地往我这里看了两眼 嘴里在念叨怎么还活着呢 虽离得远 但也能依稀听得见 二婶嘲讽道 也只能怨我回来得太早 再晚个两三天回来 那铁定就活不了了 于是席间有人过来把我拉了起来 安排了一个座位 还细心地给我介绍了桌上的人 哦 原来我有这么多亲人啊 有姑姑姑父 有三叔三婶 四叔四婶 还有我恨不得离我巴掌远的爸爸妈妈 妈妈怀里搂着一个小姑娘 是刚刚叫我乞丐的那个 另一只手上还牵着一个小姑娘 跟这个长得一模一样 身后的背楼里还有一个小婴儿 爸爸坐在一边一言不发地抽烟 只听二婶道 你们家里什么情况我都不问 但这次来肯定要把三丫带走 老子娘都走了 你们觉得松了一口气 可这孩子怎么办 我肯定照顾不了 俩老的病了这么些年 你们全在城里一个不吭声 我一个寡妇带着俩儿子 伺候她们不说 还得带个小托油瓶 我今天这么急赶回来 就是要跟你们说这个事 趁着大家都在 大哥大嫂表个态吧 我妈开口道 我们那里也住不下了呀 这老房子不是还能住人吗 就让她继续住这呗 这么多年不都过来了 二婶一下子声音就大了起来 老子娘在的时候还能糊她一口饭吃 现在你们是想要让她去死吗 你不想要当初干嘛要生 憋了气脸油点子就怕脑子坏了 扔到农村就问也不问了 她站起来把那个小姑娘从我妈怀里拽出来 看看你的大鸭 穿着漂亮的衣服 这二鸭 也雪白文静 怎么 三鸭就该死吗 她把桌子上的碗一推 静止就走了 走到门边还喊道 反正今天你们得带走 谁生的谁养 别一天到晚一点树都没有 我一个包子还没吃完就被人 塞进了一辆面包车里 那个我换她姑姑的人 笑咪咪地说 三鸭别怕 跟你爸爸妈妈回家 那两个一模一样的姐姐离我远远的 就泡我的脏衣服挨着他们 二婶从车窗扔进来 半个包子要死啊 包子没吃完就跑了 迫不及待回家呀 我抓起包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我妈拿了张纸要给我擦嘴 她背后的小孩哇哇地哭了起来 她赶紧把人从背后篓子里抱了出来 亲亲宝贝地哄了很久 我愣愣地看着 包子也忘记了吃 直到耳边传来一阵嫌弃的声音 你快点吃吧 回了我家你可别这样了 像个乞丐似的 妈妈一边哄一边附和到你大姐姐说得对 回家就把你这身衣服换了 脏死了 回到父母家的日子也并不快活 姐姐们要去上小学 妈妈背着弟弟去田里干活 五岁的我像每天在小区里游荡的魂魄 一早便被从家里撵了出来 晚上灯亮了才被允许回家 夜晚就睡在客厅的小沙发上 沙发很软和 睡惯了硬板床的我 几天没睡着 每天吃晚饭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饿了一天终于能吃到饭了 可是姐姐们每次都很磨叽 要在厨房待上半天才啃出来 有一次我不小心端错了碗 姐姐生气地把碗砸到地上 露出了碗底的鸡翅和鸡腿 我才知道 原来不是妈妈买的每只鸡 都没有鸡腿和鸡翅 我眼睁睁地看着大姐姐 把鸡翅和鸡腿都扔进了垃圾桶 大骂我是小偷 说房间里的本子都被我撕了 可我没被允许进过任何房间 爸爸坐在一旁闲吵闹 稀释宁人似的踢了我一脚 道 没事别进姐姐房间 然后对姐姐说道 行了 一天到晚就你最大声 夜间 带姐姐起来喝水 跟靠在厨房墙地上吃鸡腿的我 撞了个正着 她冷笑道 吃了正好 明天好上路 爸妈已经给你找了好人家了 第二天一早 家里就闹哄哄的 有人往家里送了一头猪 那是头整猪 杀好后放了血就抬过来了 那猪身上绑了十来个红包 分别垂在两边 我妈笑得何不拢嘴 正跟一个长相很凶的男人说话 我拿着姐姐淘汰下来的小树口碑 站在洗手间门口 其间那人一直不停地在朝我张望 我妈一直催我 三鸭 你快点 妈还等着送姐姐们念书呢 她满脸堆笑着对那人说话 这丫头从小就这样 性子慢 但是很乖很可爱的 到了你家里 你什么都不用管 她能照顾自己 你给她口吃的就行了 她走上来给我整理了下衣服 那人见我出来 冲我笑了笑 往我口袋里放了两颗糖 那糖从口袋里直接掉到了地上 这衣服是姐姐穿小了不要的 但她也不愿意送给我 那天当着我的面特意把口袋底给剪了 我妈尴尬地笑了笑 拍了拍我的头 再乖也还是个孩子呢 估计装玩具把口袋给扎破了 可那天姐姐捡我口袋的时候 她就站在旁边呀 她还说 没事 能穿就行 那人笑了笑 没事 等会儿我带你去买两件新的 我懵懵懂懂地跟着那人上了车 车上还有个小男孩 一直冲我笑 挺可爱的 不过她好像有点听不懂我说话 她总是很用力地抓我的手 我都喊痛了也不撒手 那叔叔还冲我说 咋这么娇气呢 就抓你两下 别出声了哈 不然人家以为我虐待小孩呢 路过菜场的时候 那个叔叔说带我去买两件衣服 这是我第一次来镇上的集市 太多太多我没见过的东西了 我充满新奇的张望 看到唐人忍不住驻足 那小男孩也想要 他爸爸爸爸地喊了好几声 那叔叔才勉为其难地答应 我看着那男孩子原地转着圈鼓掌 心想着如果是我爸爸就好了 鞋里钻出来一人 对着我的后脑就是一下 三鸭 你怎么在这呢 我说这几天回去没见你人 我妈说你来城里过好日子了 快给哥买个唐人 来人是我二哥 二婶家的 二哥比我大五岁 十来岁的男孩子狗都不理 整天上房街瓦 害得我二婶抽坏了几根皮带 大哥比二哥大两岁 沉稳许多 具体就表现在他不怎么理我 他从二哥身后探出脸 看了我和我身后的两人半天 那叔叔见有人跟我说话 有点不自在地拉了拉我的袖子 拿过买好的唐人就要走 我大哥栖身上来 你是不是人贩子 我妹妹怎么跟你在一起 因着哥哥声音大 动作也不算友善 周围一下子就围了很多人 有人认识那叔叔 便道 二黑子 你怎么带着你傻儿子上街了 这小女娃哪来的 是拐来做童养席的吧 我不懂什么是童养席 但我哥哥明显是知道的 他生气地握紧拳头道 拐卖小孩子可是犯法的 那叔叔急急辩解道 我没有拐卖 这是从一户人家手里买来的 他家小孩太多了养不活 说卖给我了 我大哥一步不让 买卖人口也是犯法的 那叔叔挨忧了一声道 你们不会是仙人跳吧 我花了一头猪 还有一千块才买的 不然你们问问这小姑娘 我是不是从家里把他接出来的 我刚想张口 二哥就在我耳边道 不想嫁给傻子就别说话 嫁不嫁的我不懂 可傻子掐人真的挺疼的 我有点害怕 二婶挑着他的菜担子过来的时候 有人拉着他叙道了几句 他一下子把担子砸在了地上 拨开人群进来了 他那极具标志性的嗓音立刻响起来 人家是不是揭不开锅 你能看不出来 那三十一厅的大房子 能是养不起一个孩子的 我看是现在这个世道没人敢卖孩子 你好不容易碰到一个 赶紧就答应了 赶紧滚 把我侄女放下 不然我直接报警抓你 我没收你钱 要想掰着钱 谁收的你找谁 那叔叔抱着一直哭着 要妹妹的小男孩走了 从那以后我又回到农村住了 区别是跟大哥 二哥换了房间 他们去爷爷奶奶那间住 我跟二婶住 据说那天傍晚 我二婶带着村里杀猪的张大爷 直接杀到我亲妈家 当场把那头猪给肢解了 顺便把我爸妈骂了个狗血淋头 然后去镇上给我上了户口 反正老王家没人要你 以后跟我姓 叫唐雪 二婶很忙很忙 他每天三四点就要去田里摘菜 然后挑上两小时的担子去镇上卖菜 卖完菜他会 留在镇上唯一的一家超市打工 晚上五六点到家后 他还要去田里给菜除草、浇水 所以他总是板着一张脸 我怀疑他是累得没力气笑了 其实二婶笑起来很好看的 有两个圆圆的酒窝 我见过一次 有一天 哥哥们都回来得很迟 怕大家饿肚子 我便拿板凳站着炒菜 掐二婶回家的点做好 那天 我们仨都被打了一顿 定牌跪在爷爷奶奶的堂屋里 大哥骂二哥为什么下课逮曲去不回家 二哥抱怨大哥 只顾着去小伙伴家写作业 为什么不能回来写 后来两人达成共识开始骂我 谁叫你一个人爬煤气躁的 你要是不逞能 我顶多就是饭做迟了 关键你那饭做得也太难吃了 以前爷爷奶奶就吃你做的呀 怪不得死得早 我忍不住争电倒 我满五岁 爷爷奶奶都不能动的时候 我才开始做饭 他们只吃了两个月 二哥声音很大地吐槽我 你都是一个拥有两个月功龄的厨子了 为什么做饭还这么难吃 到九月份 二婶就送我去读书了 直接上的一年级 老师们都说我跟不上 建议二婶把我送到幼儿园上两年 二婶坚持 三个孩子在一起有个照应 其实我知道 是二婶没钱了 二哥逗了一个暑假的区区 赢得钱和大哥给同学辅导的钱 再加上二婶起早贪黑的工作 也仅仅够我们三个孩子义务教育的书本费 我当场给老师背了十首诗 又做了一百以内的算术题 老师才勉强同意我入学 幸好老师只让我做了二十道 不然我就要露馅了 因为哥哥们只教了我这么多 我们仨人一道上下学 二婶终于放下心来 不用成天念叨我在家里没人照应 我真是欠你的 你在家我上班都上不安心 在学校给我乖乖的 不然还给你送回你亲爸妈家去 等到放暑假的时候 我亲爸妈总会叫我回家去 我不想回去 那里的床我睡不惯 人我也不喜欢 可架不住他们三番两次的来人街 连村长都来劝 毕竟是你爸妈 回去看看还是应该的 村长平时很帮衬我们 在邻里间很有威望 二婶也不好违背他 亲生父母家里有空调 白天客厅人多就开客厅的 晚上就打开房间的 他们一家人全挤在一个房间里 留给我的还是只有客厅的沙发 如果他们早早就休息了 那一点凉气根本不够到半夜 经常会被热醒 过去没几天 就起了一身肺子 他们也不是要接我去交流感情 他们都要上班 家里的姐姐和弟弟没人照顾 我每天要给全家人洗衣 做饭 还要被喊保姆 每回临走时都要给我买一身 廉价的新衣服穿在身上 手上再揣着一袋水果 逢人便说接他来城里玩一玩 省得在农村还要夏天干活 回去没几天 那新衣服就破了个洞 被上好大一块都能看到身上 被蚊虫咬得密密麻麻的疹子 二婶叫我穿着在村里走了几圈 让人家看看亲妈买的新衣服 等到第二年暑假 亲妈又来接我的时候 村长就发话了 你们照料孩子没绣方仔细 还是别接走了吧 从那以后 我便没再去城里过暑假 但比城里精彩得多 我陪二婶和哥哥们收割水稻 再去荷花池里捉虾子 村里人都说我长大了 还是我们秀芳会养孩子 两个大的人高马大的 雪儿也细皮嫩肉的 隔壁邻居笑道 那可不 我们雪儿都没怎么下过田呢 我二哥在一旁不服气地道 那能轮得上他吗 大哥也黏我 热死了 你快回家熬个绿豆汤 放井水里抛着去 那年广场舞突然在农村兴起了 晚饭后 婶子们都聚在操场里跳舞 二婶也跟着去看了几回热闹 二婶身段极好 我见过他跟着跳了一小会儿 跳两极了 不去了 我要回去干活了 二婶接了镇上厂里的活 用塑料拼成一个个小人 几分钱一个 他不舍得浪费晚饭后的时间 他用工钱给我换了个积木盒回来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玩具 拼起来是个小房子 我抱着二婶和那小房子哭得歇斯底里 二婶 这个放在你房间里 将来我一定要用个大房子来换 二婶笑骂道 倒比你哥哥们还要有心气一些 管好你自己吧 二婶有房子有地 啥也不缺 等我到了四年级的时候 大哥报考了师范定向生 老师来家里两次 也问了二婶的意见 最后摇着头走了 二哥在家闹脾气说要出去打工 这样 哥哥就不用为了学费 而放弃很多选择 十七岁的大哥有着与同龄人 并不相符地沉稳 他摸着二哥的头 又拍了拍我的脑袋 道 当老师没什么不好 以后出来是铁饭碗 我出去读书了 家里就剩下你俩了 别给妈找事 听到没 二哥嗡声嗡气地应了好 我也连连点头 再过了两年 嚷嚷着不让大哥选师范生的二哥 选择了去当兵 虽然大哥不用交学费 但在外地生活费也是比不小的开销 二婶一直说穷家俘虏 轻易不肯让大哥在外面受一点委屈 这回生气的是大哥 他回来撕了二哥的申请书 在桌上摆了五千块钱 我这两年存的 以后咱妈不用给我寄生活费了 你现在入伍不合适 等这边交了学费 保留学籍 你再去当兵也不迟 这五千块可不是小钱 我二婶本来还在做事情 一下子从板凳上站了起来 你哪里来的钱 我每个月给你的钱加起来也没这么多 奖学金加打工证的 原来大哥年年都拿奖学金 他每天饭点在学校食堂勤工俭学 这样每天的饭钱就省下来了 他还在给小学生补课 以及各种帮同学跑腿 他高考成绩很好 家长们都很幸福 给的报酬也不少 啊!我脸发烫! 二哥马上也要去读大学了 这个家里只有我一个混吃等死的了 大哥来我们学校实习的时候 我已经上了初三 二哥已经上了大三 他自己建立的校园帮送平台 已经小有规模 他回来的时候 总是 大包小包的带着给我们的礼物 我收到了人生中第一条品牌的连衣裙 我兴高采烈地穿到学校去 被高中部的王清和王晨看到了 硬是把我堵在厕所让我脱下来 王雪 你可以啊!这裙子这么好看 谁给你买的? 我不叫王雪 所以我不想搭理他们 他们长得一样的脸上 带着相同的鄙视和恶毒 我很少碰到他俩 每次碰到他们都要把我拦下来取笑一番 所以我尽量绕着他们走 跟你说话 为什么不吱声? 王清今年应该再上高二 他染了一头黄毛 耳朵上打了五六个耳洞 还有一个在耳骨上 满嘴的脏话 我见过他打低年级的同学 一脚一脚的很凶 我不叫王雪 他吃了一声 在我头发上薅了一把 那你叫什么? 我叫唐雪 哦!想跟那个寡妇姓 王清一把拽住我的头发 往厕所的墙上按 王晨在身后踹了我好几下 二哥送我的新连衣裙坏了也脏了 我洗了好久也没洗干净 越想越委屈 越想越伤心 大哥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哭得快断气的我 第二天他就领着我去了高中部 找了王清和王晨的班主任 过了没几天 二哥又给我系了五套裙子 周一到周五 一天换一件 等下个月出新款了 哥再给你买 等到了下半学期 村里的一些大婶们就开始议论我了 咱雪儿初中快念完了吧 不会是还要上高中吧 你二婶这么些年养你可真不容易 你可别心气太高了 当然 他们也会在二婶面前说 雪儿这么漂亮 又聪明伶俐 还能干 等初中读完了就能出去打工了 到时候你们家三个孩子挣钱了 你日子不得快活上天 我听说隔壁村的王二 再给他家儿子讨老婆 他家条件老好了 要不要我给雪儿留意着点 二婶一边给田里的菜浇水 一边道 那可不 我这些年的苦可不是白吃的 到时候你们在家喝稀饭 我孩儿们得接我去城里吃山珍海味了 话是这么说 可大哥已经二十三了 要娶媳妇了 这么多年 二婶为了供我们撒读书 一件新衣服都没添过 更别说有什么存款了 我们这普遍彩礼都要二三十万 大哥推说自己根本不想结婚 可我常见他看着一个女孩的照片发呆 二哥的平台也被学校取缔了 说影响不好 二婶一边说取缔了好 学生还是要好好读书 一边又从工厂拿了更多的零件回来拼装 灯光下 他的被似乎都没有年轻时候挺拔了 这一年 王清和王晨都被学校劝退了 小县城为了升学率 连高考都没让他们俩参加 只好双双进了工厂 我想 也许那是农村女孩的最终出路 在工厂待个两三年 也许会认识一个合得来的工友 或者像一门合适的亲 结婚生子 然后跟其他小镇女孩一样 碌碌无为地度过这一生 上课时间竟用来琢磨打工的事 下课又帮二婶拼装零件 我一向稳定的成绩出现了起伏 二婶开完家长会回来 让我跪在爷爷奶奶的房间里 饭都不让吃 你哥哥们在外恨不得一毛钱都不要 我在家里一颗鸡蛋都不舍得吃 你就是这么读书的 你考不上高中你准备怎么办 我家里不可不养废物 高中的升学率是百分之五十 重点高中是百分之二十 我想出去打工 给大哥娶媳妇 二婶狠狠地在我背上拍了两下 我有本事生儿子 自然有本事叫他们娶媳妇 你少管闲事 你只管考学 考上重点你就去读 考不上你就出去打工 但我说了 你去打工了就别回来了 我丢不起这个人 人家要说我唐秀芳把别人的女儿当个宝贝养 回头来还是去打工 我擦了擦眼泪 我要回来的 我要给你养老 给你买大房子 我要好好读书 从那天以后 我除了吃饭和睡觉 就是在学习 家里家外的事情 全部被大哥和二婶包揽了 二哥偶尔回来看见 都说我眼神发直 看着怪吓人的 我的成绩很快就回到了该有的水平 而且名次还在不停地攀升 到最后一次模拟考的时候 我已经稳坐全线前十 中考带队的老师说 只要我正常发挥 就一定能上重点 结果成绩一直迟迟不出 我急得几天都吃不下饭 上火的聊泡长了满嘴 已经有好几个同学约我一起去北上打工 还有婶子给我介绍隔壁村富户做对象 说家里有十几头牛 还有个小家工厂 我二婶骂骂咧咧道 回你家干活去 少在我家指手画脚 美好气地冲我说 看到没 不好好读书 就嫁到隔壁村去 那家孩子只有一米五 你去正好给人家改善基因去 喜报没等来 等来了我的亲生父母 他们空着手来的 我二婶的白眼都要翻上天了 生母道 我听说三丫头想考高中的 这不 也没考上 我给他找了个对象 居然还是小时候我见过的那个男孩子 虽然脑子不太灵光 但也有惊无险地长到了十六岁 他爸爸跟当年一样大手比 彩礼出到了二十八万八 一提到这钱 我生母笑得嘴巴都合不拢 那黄崖露在外面看得我一阵恶心 反正三丫头这高中也没考上 不如就嫁到这家去 人家说了 只要三丫头愿意去 以后就让他当家 他越说越兴奋 这彩礼我拿二十万 你拿八万八 你家老大娶媳妇还有老二读书 不都宽松些了吗 最重要的他没说 他那个被他养废了的宝贝儿子 以后也不愁没钱娶老婆了 我像一件待嫁而沽的商品 如同多年前一样 被他打包出售 他劝我 丫头 我跟你说 那小孩很单纯的 他就喜欢你 一直跟他爸爸闹腾着 只要你 不然 人家也不会出这么好些钱 你只要拿捏住了他 以后金山银山都是你的 我强自镇定道 我模拟考权限前十 中考也发挥正常 他似是没想到我成绩这般好 愣了片刻又道 哎 人有尸首马有尸体 你看这不一点消息也没有吗 搞不好你就没发挥好 再说 你真考上了 也不一定能怎么样 你看你大哥大学毕业回来了 不业就当个村镇小老师 一个月拿那么点死工资 我无比庆幸 从未对眼前这个人产生过任何情感 从没奢望他会良心不安 会有恻隐之心 所以当我知道他根本没有良心的时候 我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 你放心 考不上重点我就北上或者南下 我要挣钱给我二婶 我定要让他过上你们 都羡慕不来的好日子 我二婶在一旁轻描淡写道 我可不敢当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 村长小跑着进了我家 小雪儿 中考成绩出来了 他喘着气 半天没说出下一句 我的心高高地旋起 一直落不下 他大笑着说 乖小雪考上了 权限第一 重点高中说免你学费呢 说着他还塞了两个红包在我手里 一个是我个人的 一个是代表村里的 小雪 输住你蓬城万里 我在这一声祝贺里失了语言 二婶上来推了我一把 我才不住地跟村长道谢 村长这才看见我生父母也在 道 你们也来给小雪道贺 这消息倒比我还灵通 他们俩善善地没说话 村长没多做停留就走了 我生母有点不甘心地嘟囔了两句 要我说 这读书不一定要比家人好 这钱是马上就能见着的 读书读傻的了可多了去了 二嫂 这家里王磊眼看就要娶媳妇 王超也还在读大学 那重点高中可在县城 不要学费也是要生活费的 你攻得起啊 门被趴得一下推开 我那远在外地的二哥回来了 我们小雪吃了多少苦才考上高中 手上的茧子都一层一层的 你以为第一是那么好当的 你家里那几个废柴 成绩都那么差 你怎么还给送到高中去了 我准备去当兵了 九月份就走了 每个月发生活费 等回来了还能拿一笔退伍费 之后小妹的生活费我来出 从我家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们 二婶嘴角扬着笑 不轻不重地踢了我二哥一脚 大人说话 小孩子插什么嘴 滚去做饭 你大伯大妈不在这吃 难道我跟你妹妹不吃饭 去村头买点猪头肉 咱们今天好好庆祝一番 我生母被气得脸红脖子粗 生父也急了 甩了个膀子 骂了句不知好歹就走了 二婶把猪头肉往我碗里嫁 多吃点 好好读书 将来挣的钱都给我 气死他们这群见钱眼开的 好 我大声应道 好好 二哥跟上 好好好 大哥也附和 豪情壮志是有的 眼前的困难也是有的 二哥虽说九月要去当兵了 但为了保留学籍 那一年的学费也是要交的 加上我的生活费 真真是捉襟见肘 大哥把工资卡递给二婶的时候 我看到他流眼泪了 是妈对不起你 没让你娶上媳妇 还让弟弟妹妹拖累你 二哥也趁着暑假去镇上网八座网馆 白天黑夜地干 我也着急 想着干点什么来补贴家里 却苦于毫无门路 二婶把在家着急上火的我按住 让我提前预习高中的内容 不然会跟不上的 二婶虽没有什么文化 但着实是个有远见的人 进了高中 我才知道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重点高中 大部分都是镇上的初中考进去的 像我们村只考了我一个 他们都提前预习了高一的内容 上的第一节数学课 老师就提问有谁在外面补过课 班上站起来百分之八九十 老师讲课的进度奇快 而我那一点点引以为傲的 属于第一名的优越感 正在被迅速瓦解 等到期中考试时 我已经调到了班上的中等天下 老师拿着我的试卷 嘲笑道 这就是咱们县城第一的水平啊 也不怎么样啊 抓紧努力啊 不然到了高考 谁还知道你 二哥给我打来生活费 我二话不说 全买了教辅书 大哥给我零花钱 我都用来打印资料 我一天比一天拼命 一天比一天努力 成绩却一天比一天差 我的心态已经失衡了 最近一次的月考 我几乎空了半面 在考场上我差点哭出来 差距太大了 我根本做不到 大哥这里来县城开会 中午特意接我出来吃饭 他见到我第一句就是 小雪儿怎么瘦了这么多 是没好好吃饭吗 我掏出错题本 问了几个总是错的问题 越问不懂得越多 越问情绪就越崩溃 最后我哭着问他 哥 你说我还能学好吗 我感觉我什么都不会 什么狗屁县中第一 我就是个井底之蛙 大哥摸了摸我的头 道 你现在走的路 是我和你二哥都走过的 他确实不满荆棘 但是你要相信我们 荆棘之上就是花 读书不是为了一定 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但它能让你的人生多很多种选择 你很久没回家 你都不知道 你的那些同学有一大半都订了婚 还有些去了外地打工 一年都回不来家一次 知识就在那里 时间是三年 分配好时间 哪怕暂时跟不上 也没有关系 好的心态也是成功的关键 我静下心来 慢慢梳理自己的情绪 好好调整心态 按部就班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渐渐地 我的成绩有了起色 虽然不像当初那样拔尖 但我已经完全能跟上老师的步伐 到了高二 文理分班后 不偏科地我在理科班里 更加如鱼得水 同学们都问我 为什么文科这么好要在理科班里 折磨他们 我不好意思说 其实我只是觉得理科将来好就业 我要挣多多的钱给我二审 我要让她天天都笑 进步总不是一蹴而就的 亲生父母听说我在学校成绩一般 见人就说 女娃娃哪里会读书 一到高中立刻圆形毕露了吧 等我们王松考上了 王家还不分分钟出个状元郎 除了二审和哥哥们 好像没什么人看好我 我顶着压力继续前行 二审何尝不是如此呢 村里人都说 王磊都二十四了 还不娶媳妇 宫田一妹妹读书呢 听说王超在部队里 没人打点 想留下来一点戏都没有 要我说 唐秀芳脑子就是不好 一个寡妇拖了俩儿子就够难了 她还养活夫家的侄女 到时候人家书读出来 直接飞走了 谁还理她 二审看着我 问我你要飞哪里去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她可舍不得打我 她就是嘴巴上不能吃亏 因为生活已经让她吃了太多的亏了 如果嘴巴再不厉害点 她都不知道靠什么 支撑住这艰难困苦的日子 我的成绩一直在稳步上升 到了年级前五十以后 就组织不前了 因为到了这个水平的学生 努力和天赋都在发挥作用 我不再是备受优待的那一个 大哥这时候带回了他的大学校友 一个非常漂亮的城里姑娘 她照片上的那个女孩 我二审既开心又难过 开心的是我大哥终于有对象了 难过的是城里的姑娘 要求在镇上买套房 这对我们家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 这是2012年 镇上一套房要二十万 我听见大哥在房间里跟那个姑娘吵架 早知道你会提出这种要求 我根本不会带你回家 这要求很过分吗 我没叫你在省城买 镇上买套房都做不到吗 大哥情绪很激动 我家什么情况 我没跟你说吗 你家都有钱替你大伯家养女儿 怎么会没钱给你买房子 你妈是什么圣人吗 自己的儿子都不管不顾 两人不花而散后 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姐姐 我亲生父母打来电话 你当初要是听我的 把三丫头的婚事定下来 这会儿他都管家了 一个县城的首富 他还不是分分钟给大哥安排好 那家里条件可好力 怎么样 我听说人家还是喜欢我们三丫 说如果愿意的话 他们彩礼能再提一提 高出来的全给你 我只要那二十万 要你老母 我唐秀芳就是出去卖也不能卖孩子 为这事 我又分心了两天 二哥从部队给我打来电话 拧紧了我的紧箍咒 经过半个学期的不懈努力 我的成绩逐渐又有了起色 高二结束的时候 我在年级排名第一次冲进了前三十 之前嘲笑我的老师 看了我的试卷 第一次露出了点欣赏的表情 唐雪这解题思路有点意思 大家下课可以跟她讨论讨论 高三第一学期 我一直稳坐年级前三十 从未调出过 等到学期末 我冲进前二十 各科老师都在关注我 给我开小灶 高三下的时候 已经没有新课了 有的只是好像 永远没有尽头的考试和排名 周考 月考 连考 期中考 有一天我同座位头疼 请了半天假 回来桌面上塞了八套卷子 他咬着牙对我说堂血 我真佩服你 我再也不敢请假了 是的 我有天生礼期 在课堂上腾晕过去了 醒来就接着写试卷 硬挺着 每请一次假 在倒计时的纸被一张张撕掉后 我终于迎来了高三 最后一次期末考 高考 大哥请了假送我去考场 在路上一直对我说 你每次的成绩我都分析过 你只要正常发挥 大把的好学校等着你挑 其实我心里一直知道 对于选择上师范 大哥心里一定有遗憾 我一定要考好 哥哥们的牺牲 才让我有了选择的权利 二婶的辛苦劳作 才让我有了对抗生活的力量 堂血 你是二婶的女儿 你不能输 高考考了三天 缠绵的鱼也下了三天 我考完最后一门 从考场走出时 就看到二婶穿着旗袍 在门口等我 岁月对她从不留情 在她身上 镌刻了许许多多的痕迹 但掩饰不了她此刻的荣光焕发 她有些含羞地拉了拉旗袍 冲我说 隔壁张大妈借给我的 说 娶个旗开得胜的好一头 我那颗刚考完试 还有点茫然无措的心 一下子落了地 是一个母亲的牵挂和关怀 让我再也飞不到远方 回到家里 她把旗袍洗洗还给了隔壁张婶 还不忘对我说道 你大哥二哥当时高考 我都没这么郑重其事 你可千万别让我丢脸 考不上你就去打工 别在我眼前碍眼 转眼就到出成绩的那天 二哥霸着电话死活不肯挂 二婶脾气上来了 臭骂了一顿 你霸着电话 我们拿什么茶分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脑子 有毛病的玩意儿 二哥那句你可以用网站 茶被掐断在了电话那头 我太紧张了 准考证号都输不对 二婶一把推开我 没出息的 我来 我第一次用电脑 没准是个小红手 随着那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熟悉输入 我的心仿佛静止了 2013年的理科一本线是338 而唐雪明字后面跟的一排成绩是 语文130 数学150 英语105 学业水平测试4加10分 总分395 我考得比平常还要好 二婶的旗开得胜的buff 我叠加了十成十 等我填报了志愿 并且拿到了通知书的那一天 我二婶骑着他的小三轮 在全村转了三遍 他念叨 村头那只鹅他都必须知道你考上了985 大哥笑他 他知道啥叫985吗 二婶像是刚刚反应过来这个问题 立刻又骑了他的三轮车出了门 那鹅不知道不打紧 其他人都得知道什么叫985 不然人家说咱们这村里人没见识 自从我考上了名校的消息在村里传开 那些原来整天说我二婶傻的人 一下子没了声音 我那亲生母亲都眼巴巴地跑来 说要给我办什么升学宴 他拉着我的手寒暄了半天 又是道歉 又是感叹道 要不是说咱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你看你二婶这里条件这么艰苦 你倒比家里的几个都出息 妈当初也是不得已啊 再不把你送走 你爸就得下岗了 小三啊 别怪妈妈心狠 你看你这聪明的脑子还不是妈妈给你的 你将来出息了 可别忘了你爸妈 还有弟弟啊 见我不作声 他拉着我二婶的手又叙道起来 秀芳啊 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了 以后咱们还是要相互照应了 要我说呀 还是咱们老王家风水好啊 你看你家出了这么些个大学生 还不是因为咱爸妈保佑 我没办升学宴 只在镇上摆了两桌谢时宴 请了村长和平时帮忙的邻居还有老师 我生父母带着两个姐姐和弟弟不请自来 拉着我的老师掰扯了半天 言外之意是 王松是我弟弟 希望老师们能看在 我这个尖子生的面子上破格录取她 老师们被她吓得退避三舍 吃完饭匆匆走掉了 大姐和二姐都说了婆家 一改往日地张扬跋扈 笑咪咪地跟我说今后亲姐妹要多走动 王松倒是有点不服气 气呼呼地说 不就考上了大学 招摇地以为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 生母走过来在她头上拍了下 称怪道 怎么跟你姐姐说话呢 没大没小的 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几个眼熟的邻居 围着我和我生母 叙叙叨叨地说个没完 小雪啊 你可别因为自己户口本上 叫唐雪就忘记了自己到底姓什么 到底做人不能忘本 你二婶固然对你不错 但你亲爹和亲妈才是你真正的一家人 我生母在一旁 但笑不语 那邻居把她往我身上推了一把 跟你闺女说几句贴心话吧 我一把推开了压在身上的人 木道 当初以为我活不成了 就把我送到爷爷奶奶家自生自灭 长到五岁从来不闻不问 爷爷奶奶都瘫痪了也没人来看一眼 看到我还活着都吓了一跳 我越说声音越大 根本不管周围的人异样的眼光 想把我卖给傻子做童养席 这么多年 生活费学费 一毛钱都没有掏过 我二婶为了养活我 吃了那么多苦 在她面前 你怎么有脸说自己是我的妈妈 你放心吧 你们以前怎么对我 我将来就会怎么对你们 这就是因果报应 我生父 一个冷漠少颜 但自私的男人 听到我说这话 忍不住要动手教训我 我大哥制住了她 然后赶紧把我拉到了身后 二婶估计今天是我的好日子 本不想同他们计较 你们也太蹬鼻子上脸了吧 什么意思啊 来抢女儿啊 生母倒没什么好抢的 是我的中她跑不了 不要欺人太甚了 大嫂 当初我把孩子给你们 想你们带她去城里享福 结果 你们要把她卖给傻子 现在眼见着熬出头了 就想来摘果子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我告诉你 没门 今后 唐雪上班挣的每一分钱 彩礼得来的每一毛钱 那都是我的 你想都不要想 我嫁给你们王家的早死鬼 老的老 小的小 里里外外 全是我一个人 你们几个兄妹跟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似的 都给我滚 以后我的家门 你们姓王的一个也不要她 我生母还想说些什么 眼见我二婶情绪越来越崩溃 也只好作罢 她整理了下头发 对我笑道 还是要多回家看看的 妈妈在家等你 那是什么老十字的家 有二婶的地方才有我的家 哪怕只有薄薄的两间砖瓦房 时间一转到了2017年 我二哥从部队转业回来 带着一笔安家费 大哥已经从学校辞职两年了 成了真正的老大男 两个人整天在镇上的网吧里 一个月都不见人 我宝言的消息传回村里时 大家都震惊了 还继续读啊 我的乖乖 她要读到哪天去啊 读有什么用啊 她那两个哥哥 个个都是大学生 还不是家里蹲 我看过了 秀芳就是个苦命人 这辈子就是没福气 我生母听闻我回家 赶紧上门劝我 可别再读了 再不找对象 贴钱人家都不要了 趁着大学生还稀罕 妈给你相看个好人家 你家这样子哪里还有钱读书啊 快别折腾了 你想苦死你二婶啊 我故意道 那你生了我 你掏钱给我读吧 我读出来一年能挣好几十万的 要多少啊 学费三万一年 生活费也要两万吧 读两年 你掏十万 我毕业后挣了钱双倍还你 她立刻怂道 你弟弟马上就要谈朋友了 有点为难的 我说真的 别说我 你家也掏不起这个钱的 一阵声音突然从背后传了过来 谁说我家掏不起这个钱的 大哥和二哥朝我走过来 给我递了一张存折 上面有十五万的存款 我生母一看到那钱 眼睛都直了 喃喃道 你们两个无业游民哪里来得这么多钱 谁告诉你我们是无业游民 我俩在搞游戏公司 早就开始挣钱了 前两年我哥一个人搞 我回来后我俩一起弄 我大哥接到 今后咱们家再也不用操心钱的问题了 小雪 你的所有生活费和学费哥哥都给你出了 其实我根本没打算要家里的钱 本身读研就是有补贴的 这些年 哥哥们也没少补贴我 学费我都攒出来了 哥哥们同时在镇上首付了两套房子 这一下子惊动了全村上下 本来整天说我舍没福气的人 把我家的门槛都踏烂了 只为了取经怎么培养出如此有出息的孩子 我二神只顾着笑 不用培养 我的娃都是自学成才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我已经有了固定的伴侣 我导师作媒 把他留学归来的儿子程毅介绍给了我 程毅受过良好教育 人有学识也温和 他和我导师都大力支持我攻读博士 毕竟数据方面读博 显然对之后的就业更有优势 这消息传回村里的时候 大部分人已经见怪不怪了 有些人甚至不懂什么是博士 还是我二神带着学位的介绍 挨家挨户的科普 大家才有所了解 我生母简直觉得我是个怪物 她知道劝不动我 只好问程毅打算什么时候跟我结婚 程毅答道 我们家一向由学历最高的人做主 言外之意 她只是个硕士 没有发言权 我不管你们什么时候办 到时候要给我们娘家人 包红包 你知道的吧 弟弟要背姐姐的 还有哲儿侄女可以做花童的 还要给爸爸妈妈敬茶礼的 程毅笑道 放心 都会有的 我生母心满意足地走了 程毅转身就把五十万递到我二婶的手里 这里面有阿雪传的钱 还有我在国外做项目传的一些 然后由我父亲凑了个整 二婶愣了一下 赶紧摆手 表示拒绝 我笑道当时就说好了以后 我的彩礼钱都是二婶的 婚期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等到结婚当天 大哥大嫂和二哥二嫂早早地起床张罗 程毅带着迎亲队伍凌晨出发 一路从省城开到我二婶家门口 八辆车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我生母带着弟弟就往里挤 说要来背姐姐 程毅还是笑咪咪地说 都准备好了 您稍微让一让 他把两个鼓鼓囊囊的大红包 放在我大哥和二哥的手里 麻烦大哥二哥共同替我扶阿雪出门 我生母看得眼红 骂程毅 谁才是亲的 我看你是一点数都没有 我正是因为有数才这样做 阿姨请入座喝酒或者请回吧 我终于改口叫了妈妈 我二婶愣了一下 然后流下了眼泪 你爸当初就想要个闺女 我帮她圆梦了 替她养出个这么出息的闺女 将来下去见她我就不心虚了 程毅在一旁道 妈妈要长命百岁 她递给程毅一个厚厚的红包 里面是两万块钱加一张存单 谢谢你爸爸妈妈为你和小雪 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 我没什么给的 在彩礼的基础上添了十万 你们看着支个大件 程毅转头就在我大哥和二哥的小区里 买了一套房 装修好了之后才请妈妈过去看 大嫂怀孕了 正好您要过来看孩子 就住在这里 不打扰他们 小两口也有自己的空间 等我跟阿雪回来就跟你一起住 妈妈连哀悠了好几声 这里摸摸那里摸摸 开心得不得了 连声叹道 还是我女婿想得周到 你大哥二哥就没你心细 我二哥在一旁美好气地说 果然什么东西都是新的好 我们这几十年的老儿子是没地位了 那我跟哥还不是希望你天天在眼前 不然咱俩房子一个赛一个的大干嘛 等我博士毕业的时候 家里已经很热闹了 大哥生了一个儿子 调皮得不像话 一点都不像我大哥 二哥也生了两个儿子 他带孩子倒比我大哥还细心 我妈笑道 两个人都逗气呢 都想生个闺女 说要生个像姑姑的那才好 我在妈妈的酒窝里 一次一次获得救赎 真希望她永远这么笑 大嫂碰了碰我肩膀 阿雪 你觉不觉得咱妈真好看 我那天看到跳广场舞 那身段 广场上路过的老头眼睛都看直了 说话间 二嫂已经拿了快递进屋 喊道 妈 我给你买的新舞鞋 晚间 我陪着妈妈在广场跳舞 耳边还传来大妈们八卦的声音 听说王家的大丫头 那个叫王青的 离婚了 生了几年 生不出儿子 被人家给扫地出门了 他家估计风水不好 二丫头听说过的也不行 他那男人听说在外面欠了几十万赌债 债主天天堵在门口 厕所都不让上 最没出息的还是他家那个儿子 被他妈灌得一点人样都没有 又嫖又赌 进去喝茶 都进了三回了 这八卦混着晚间的酒 散发着醉人的芬芳 我看着诚意 看到他嘴边的笑 真好 有人懂得我的阴暗和潮湿 我在妈妈 哥哥们和诚意的爱里 获得了新生 自此 人生一片坦途